请你刻意的把刚刚没有整理过的资料 都不要选进去 举例来说什么叫没有整理 像这边是不是看到有两个02 那就代表说可能前面几年它是什么 后面几年又是什么 甚至在更夸张的是单独有一年 才出现另外一种名称 所以我们不应该去刻意的去解读资料 理解吗 分析的人员不应该去做资料拥有者该做的事 这什么意思 你不能去猜 你绝对不能用猜这件事 你一定要拿到对方完整的资料 要不大家全部都要齐头式的 例如说我就只分析哪一年到哪一年的资料 这是OK的 了解吗 而且你想怎么可能 刚刚在这一页 这一页我还是要再勾一下这个10 其他我都关掉 你有没有发现 怎么可能在就是之前 这是2008年之前 它已经这么高了 那接下来这边你知道这差距是多少 怎么可能我们现在的食品的一个支出减少这么多 好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这地方关键影响因素 不然你就算拿错误的资料丢进去让他算这些 然后我再去解释它是没有意义的 有听懂吗 好所以我现在我就针对针对这一个关键影响因素 把这些有重复的像这个是不是有两个 那就拿掉不要丢进去做计算 然后住宅服务这个有整理 所以你可以不要拿掉 然后家具设备这个没有 这个医疗保健你可以留下来 交通拿掉 拿掉的可多了 因为他都不完整 好 那以上 以上因为你拿掉很多 所以他也就只能帮你算出来这些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第一名 就是与受雇人员的报酬 好第一名 与经常移转支出的增加 它是有正相关 好那我们来看它 这边他所指的是 当薪资收入增加的时候 与什么 住宅服务 住宅服务水变瓦斯其他燃料 支出的增加是有正相关的 好 再来这边当收入增加 医疗保健增加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就开始变比较 比较什么 分散 接下来是这一个 好 当收入增加的时候 我想衣斜 不是等用品的增加 还有最后这边 他所指的是跟实的增加 是有关系的 可以吗 然后当你勾选完这边 我希望你要继续勾的是这一个 因为你不可能都只有算收入跟支出 还有下面这边叫可支配 但是请你先不要勾收入类的 还有像这种平均数 你不要去勾 你可以勾这个平均每户人数 平均每户成年人数 这几个你可以勾起来 所得总额就不用了 然后家庭户数消费支出 最终消费支出 除去 这样本户数不要勾 然后请勾除去 好所以你去看 这边他就告诉我们说 那个收入的增加 他会与什么 每户就业人数增加 是 他应该要用 用什么散布图的方式 可是因为这个数值的变化 他觉得是一个连续性的变化 所以他就把它分类了 好分成 例如说1.03以下 1.03到1.32 1.2到1.75 1.75到2.06 2.06以上 因为这个意思是指说 他的一个变化的急剧太小了 好 这以上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这个每户就业人数 当然越多收入也越高 所以这个 先票货 我还是要讲的是这一个 就是请你们去思考一下 他你勾了这么多项 然后他分别帮我们算出来 这个叫做影响因素 那影响因素的大小 帮我们排好顺序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 我就想要去算 就是去画这一张图 还有像 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跟住的关系 然后跟医疗保险的关系 我们下载的关系 我们下载的关系 我们下载的关系